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张东旭 马上带你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台湾劳动部表示 如果开放劳退 自提自选 劳工就要自负盈亏 传出华航的动作异动 交通部长林佳龙说不是事实 中国大陆的OTT钻漏洞攻向台湾 台湾的经纪部长沈荣卿说 跨部会连你忙堵 台湾的尾风百货逆势入市 1.3亿新台币买下大陆的店面 来关心台股表现 投资人近后美国联准会 为期两天的决策会议 加上台指其今天即将结算 台股出现了观望 盘面上的焦点落在 股王大力光领军光学股发光 不过追价气氛保守 让家权指数历称平盘之上 瑕浮震荡 高低价差不到40点 要留意的是 技术指标6日RSI 12日RSI走软下弯 高档压力区累积近一年的 套牢卖压 短线震荡难免 仍然需要时间和供给量 扩增来化解 提供给您参考 最终的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商波音737 MAX 客机遭到全球多国禁飞之后 法国对手空中巴士的 A320 NIO客机 显然是替代机型 但空巴手中仍有 大量未完成订单 恐怕无力填补 737 MAX 禁飞的缺口 统一超商总经理 黄瑞典表示 消费者还是习惯 有温度的服务 接电店要消费者 自助服务挑战人性 透露无人商店 展店计划将会搁置 而金金姆菲律宾7-11 去年营收达到260亿元 明年总店数将会 冲破3000店大关 至于统一超商 进军中国开设7-11 今年将满10年 10年来在中国 上海和浙江 仅开出146家店 营运仍处于亏损 破了台湾7-11 赔了7年才赚钱的记录 中国清华大学研究发现 中国近三分之一的 城市人口正在萎缩 数量多达938个城市 已经是全球之怪 维珍集团的维珍银河 及电动车大厂 特斯拉执行长 马斯克创办的SpaceX 都在致力于研究 太空运输 虽然目前人为商业化 看似不断烧钱 但瑞银集团估计 只要11年后 到了2030年 太空旅游市场 就能够达到230亿美元 大约新台币7080亿元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外国货币高利保单 不少业者是宣告利率 喊到了将近4% 是来吸引民众投资购买 尤其台湾的利率太低 而受险业的资金 是不断地往外跑 也成为今天立法院 裁委会的这群焦点 金管会主委 顾立雄希望今年 受险业的汇损要降低 而业者的保单定价策略 也要调整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 特别针对受险业汇损问题 要求金管会专案报告 去年受险业税前获利 989亿 不过汇兑损失就有 2323亿元 保护资产恐怕缩水 立委大为担忧 会不会继续加重的状况之下 会变麦纳斯 今年到现在1月底为止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 汇损的进营 汇对的进影响数 应该是可以在控制的范围 到今年1月为止 保险业国外投资总额 16.73兆元 占整体资金的68.06% 几乎是全球第一高 除了国人偏爱高利率的 投报商品 今晚会更点名 国内长期处于低利率环境 导致保险业资金 不得不禁逐国外高报酬投资 不过央行官员 对此事大声反驳 他这句话就是打枪中央银行 就中共尽管会炮打中央银行 这里没有搞头 所以去外面找比较好的标的了 受险业海外投资比重 是全球最高 是比其他的国家 是高很多很多 第二个就是说 即使是利差 去年的利差 的确是因为美国公债上来以后 利差扩大了一些 为了控管风险 经管会明定保险业海外投资上限 最多65.25% 除了引导资金投入国内公共建设 保单商品结构也要调整 保险公司在招揽保险商品的时候 也要注意到他的一个同意的投报率 是不是也有过高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我觉得保险商品的一个pricing 他们应该也要注意一下 我当然希望汇损的这个情况要降低 要不要再扩大 宣告利率过高乱象 尽管会出手药管 也希望汇损别再扩大 不过长期低利率环境如何摆脱 恐怕才是关键课题 新打电视湖中汉沈卫同 台湾台北报道 待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红博社 报纸将删减3万个移民配额 金融时报 美国运输部长要求 调查波音737 MAX发行客机的认证程序 华尔街日报 比特币见10年新低 自2017年的高点已经下跌了8成 日本经济新闻 日历公司备手一站 押注IOT物领网希望重振家电产业 再来关心 根据资料显示 2025年全球银法族市场规模 将超过37兆美元 台湾也有新台币3.6兆元的商机 加上台湾政府积极推动长兆2.0 许多台湾厂商都投入相关的领域 我们待您看到 有30多年经验的台湾精密加工厂 创立了台湾制造MIT品牌 来推出电动多功能仪 抢供银法族市场 商丝化和高龄化结构失衡 银法族成为新商机 日本产精省预估 全球银法族市场规模 在2025年将达到37.38兆美元 工研院也估计 台湾高龄产业市场规模 约有新台币3.6兆元 在这几年当中我们政府方面在推广长照方面的观念 对银法族方面我们也想说银法族也是为了发展 所以说我们就从事了有关一些椅子 比较有功能性的椅子去做开发 这家在台有30多年金属冲压零件代工设计厂商 承接汽车零件 缝纫机零组件及各类精密加工 品质精良 受日本多家知名缝纫机大厂指定合作 2003年成立健康事业部 跨入银法族市场 总经理陈科伯说 是从客户订单了解未来趋势 也因老板喜欢做按摩椅 因此多功能椅成为原发的关键字 老年人行动不方便 他可能在起握也不方便 所以椅子的话 他能够多光年性的话 他也可以躺 也可以坐 也可以起 所以说我们想说 这个椅子是最好的切入点 所以说来从事这方面的开发跟研究 他最低的话是可以到40公分 就是椅座到低面这个高度 那最高可以到58公分 考量银法族座的舒适度 椅座可以先调整到适合的高度 降低人和椅座之间差距 所产生的叠座感 整体以居家用途为主 所以没有过多的按摩设计 腰部更能贴靠椅背 进行躺握 倾斜等功能 就连起身也只需要按一个按钮 椅子便会自动慢慢收起 让使用者双脚确实踏在地面 方便起身 市面上看得到的都是很像沙发一样大大的 然后电动推杆可能用到一只或两只 我们这个四肢推杆的功能里 它可以做到除了起身 躺握 倾斜及抬角 那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做到这个椅座的高度调整 加工技术不够的话 你可能要达到这个凉率也是有一点困难 因为它毕竟有一些精度比较高 可能就需要比较高精密的组装技术 还有一些组装的加工 现在我们凉率可以达到99% 将精力加工的严谨精神 融入银法族相关产品研发 不过目前按摩椅获起身影 除了有国际老品牌 还有中国大陆的低价清销 陈科博立项操作 先拿下多国专利和TUVC认证 及ISO 9001品质等认证 为品牌铺路 我们有不怕失败的精神 在这个当中我们也得到很多的经验 所以说我相信跟大厂比较起来 我们虽然是非常小的公司 但是我相信未来一定会发展 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公司 陈科博表示 人工智慧 物联网等功能 已进入研发阶段 继续将不怕失败的精神 转换成行销台湾品牌的动力 进军国际 那您看到明天 3月21号周四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台湾机械工业工会会员大会 美国联准会和英格兰央行 公布利率决议 欧盟峰会登场 Nike发布财报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张东旭 我们明天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